大家好我是阿薩,歡迎繼續收看minecraft 今天終於要來建造我正式的家了 畢竟這個小屋基本上還是算一個臨時的小屋啦 而且它好小,裡面什麼東西都擺不了 所以要來做一個真正的家 貓在寶箱上面開不了 下來 我的地已經整好了,我要在這裡蓋 我要在這裡蓋我的家 這裡視野很好 可以環視四周 而且還看得到那片紅土大陸 那我要蓋的話,我覺得我需要 我想要蓋現代,比較現代一點的建築 不想再蓋這種小木屋了 我想要蓋住那種比較現代的豪宅那種感覺 所以我要的是白色的混凝土 混泥土 我已經查過怎麼做了 所以接下來要去拿材料 這材料 我實在沒想過 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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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骨頭搗碎變骨粉之後 再把骨粉弄成白色染劑 應該不需要這麼多吧 49個 然後用白色染劑 把礫石跟沙子混在一起 就變成白色混泥土粉末 這個好慢,應該用這個就好 把這個混泥土粉末擺出來之後 應該是這樣吧 倒一大杯的水 他就變成混泥土了 好,這樣子我們的原料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需要上百個這種東西 這就開始吧 �火 5 3 2 3 4 1 5 5 但是突然想要做的是這一個 我做了一個簡易的經驗塔 可以從這裡看到 可以從這裡看到怪物再生 然後怪物會從這個地方被送上去之後掉下來 他們就只會生一點點的血 然後 在這裡 就可以輕易的打擾他們 然後本來做漏斗想說寶物都可以被吸下去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些東西還是會卡在上面 那有個馬鈴薯 然後在等的時候可以在這裡釣魚 好多殭屍被送上去 地表上也可以稍微看到殭屍被送上來的樣子 可是現在剛好沒有 原來是一個小殭屍騎在殭屍上面 又要掉下來了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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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是說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 WINS這個版本還沒有橫砍 好奇怪 只有普通砍而已 也不能防禦 還是那還要貼在哪位 其實はい 你看,應該是覺得很精.. 有了 很興奮 它的份 不會有一點 可以 這樣子的材料大概 我覺得是可能還是不夠啦 但是至少可以把 至少可以把雛形給做好 白色的石英還是比較亮 這還是灰灰的 可是石英實在太難取得了 只好用這個 還好看起來也不會太不白 那我要 我想要做 先做個兩層樓 我想要架空一下 想要架在這個上面 所以是 兩層以上 從這裡開始架了 架雛形 範圍大概是 想要整個 其實想要整個都是 有點長方形的感覺 嗯 OK 那就是 如果這樣上來的話 從這裡上來的話 玄關也許可以在這個方向 那就是 從這裡開始吧 從這裡開始吧 可是我有點想要蓋二樓 不知道有多少空間可以蓋二樓 還是我應該要把後面 再更往後延伸 不然二樓都沒什麼空間 怎麼躲一匹馬在那裡 好 6.5小時後 書架 附魔台 OK 這樣子 把這兩個 強力裝備帶著的話 完成了 我的新家 不錯吧 很有現代感吧 我的樓梯還沒做好 我還沒上去 目前是這樣 看起來是有點亂 看起來是有點亂 因為我想要挖很多的窗戶 所以感覺外觀就 而且我的材料其實 不太夠了 所以我就很多窗戶的地方 其實也是在省材料的意思 然後就這樣走上去 正門在這裡 進來就只有一張床 因為裡面都還沒有規劃好 我只規劃了二樓 二樓這邊我是想要 想要做附魔台的 所以把這個挖掉 這個 很多地方我為了省資源 所以用泥土代替 反正看不到的地方就算了 書架擺上去 OK 然後附魔台擺中間 耶 完成啦 耶 為了一個附魔台 所以剩了一個新的房子 這樣 實在是太奢侈了 然後我這裡本來 還想要往後面有一個 有一個小的那個 外面的走道 然後再做個游泳池之類的 可是 素材也不夠了 所以先這樣好了 然後這邊很棒 這邊可以看到村子 然後還可以看到紅土大陸 這邊這個方向還沒探索過 因為遠方那個 那個樹 樹蟲我有點在意 不過那邊又一大片沙漠 然後這邊就是看到我自己的 舊小屋 還有我的療癒豬 那個高山也還沒有去探索 然後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往海的方向 但是這一大片森林 基本上看過去是一整片綠的 然後這裡有完全透天的玻璃 然後就附魔台 讚啦 我看一下 青金石齁 沒青金石 岸山岩也不夠了 需要岸山岩 我的青金石在 然後在這裡 對了把這帶過去好了 YES 耐力3 這怎麼抽啊 每一次都不一樣嗎 好像每一次都一樣 奪寶3 好像可以用書 再去加強他的樣子 是不是 真的只有耐力3而已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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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加一個嗎 多寶3 多寶3 書架 書架的多寡有差嗎 哇 晚上了 所以我還要把一堆東西搬過來 搬到這個家 但是我這個家 還沒有規劃好 要怎麼處理 而且其實這個家的位子 雖然風景很好 但是 但是他鎖在地還蠻不方便 這一點也是有點 這一點也是有點 這樣有差嗎 好像沒差的樣 還有擊退2喔 好像還ok啦 好 那麼我的新家就這樣完成了 然後 接下來我就要把東西移到這裡 像我的高爐阿 我的 藥水製作台阿 都可以把它移到這個新家裡面 然後 那些農作物 可能還是得留在下面吧 然後 那些序幕什麼的應該也都還在下面 這集雖然時間有點短 但是其實我玩了蠻久的 畢竟我把整個家從零到 蓋到完成這樣子 從零開始蓋到完成 然後還蓋了 還蓋了那個 怪物經驗塔 所以其實做了還蠻多事情的 只是 因為蓋的過程 沒有很有趣嘛 所以就沒有特別錄了 好 那麼這一集的minecraft 就先玩到這裡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 MOMENT LATER 阿打 找到了 地獄要塞